台湾全籍女子好手林玉婷 不为性别风波闯进了奥运八强赛 总统赖清德也发文 肯定林玉婷不退缩 用最扎实的胜利 击退场外的流言蜚语 奥运军在巴黎 我们希望每个游戏 有机会去竞争 根据他们的才能 努力 在自由和平均的环境 毫无抗争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活动 仍挂念员在巴黎 征战奥运的国手们 萧副总统大力声援 台湾全籍女子好手林玉婷 转入性别风波 林玉婷不甩有心人骑士 仍以实力闯进八强赛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 恭喜林玉婷全进八强 面对乌兹别克强敌 林玉婷不退缩 用最扎实的胜利 击退场外的流言蜚语 赖清德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 不受歧视的参与运动 国际奥会力挺玉婷的声明 更是国际体育的核心精神 有运动让我们团结一致 同时总统也恭喜 奥运女球男双林洋配 闯进金牌战 但比赛场边却发生小插曲 副总怎么看奥运上 台湾的应援旗被抢 台湾加油 大喊台湾加油 因为居然有一次中国的男子 在台湾球迷高举台湾的标语时 硬是把他手中的台湾手板 抢过来 当场被保全架出场 外交部强烈谴责恶意人士 在奥运会中 蛮横抢夺我国人手中 台湾加油图样标语的 粗暴卑劣手段 该暴力行径 不但毫无教养可言 而且严重违反 奥运所代表的文明精神 外交部已责称 我国驻法国代表处 恰请相关方协助 驻出后续并将配合国人议院 协助向法国警方报案 恶意言论与攻击 不影响台湾选手士庆 政府总统赖清的肖美琴 加入议员 感谢国首为台争光 进入上一时间台报道